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爱 感谢主的看顾保守 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聆听并思想主的话语 今天的门徒灵修取之于读经运动 主题是圣灵宣教的领导者 阅读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的怜悯和帮助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 现在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 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使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遵循你的旨意 讨主你的喜悦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圣灵 宣教的领导者 实际上主耶稣对门徒们的大使命非常清楚 就是门徒们将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成为耶稣的见证 请注意 在此使用和这个联词 意味着门徒们不可单单聚集在耶路撒冷做见证 而必须拓展做见证的范围 不仅在他们所住的区域犹太地 直至邻居的撒玛利亚 设置更偏远的地方直到地级 因为门徒们总是聚集在耶路撒冷 因此上帝允许逼迫的花生 使基督跟随者能够分散各地 上帝赐下特征 用于确定撒玛利亚人也有权领受救恩 本日经文中 圣灵直接指引菲利去服侍一个外邦人 就是正在读以撒亚书 却不明白书中含义的埃塞尔比亚太监 由于太监读不动 这就为菲利打开了 向他讲述关于耶稣基督的通路 听了菲利的阐述之后 太监相信了主 菲利就给他施洗 今天所读的经文 教导我们几项重点 第一 传福音不是单只为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教会的会友 或者我们的种族 而是应该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种族 第二 有许多族群或种族 看起来不可能愿意要听和接受福音 但是且记 所谓的不可能是从我们的角度 而不是从上帝的角度 对上帝来说 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第三 有关耶稣基督的书籍或文稿 都可被圣灵使用 作为拜领人归主的工具 现今 有很多电子书籍和文稿 都可通过社交媒体来分发 第四 许多人在还没有立下心志 接受耶稣基督之前 都需要获得有关福音的讲解 因此信徒们应当时刻预备好 做讲解工作 当圣灵带领您 去见一个需要福音讲解的人 您是否愿意 并且预备好了 为此人做讲解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佩德来到你的脚前 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啊 我们请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 带领我们的言行举止 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祝福的管道 为主做见证 逃足喜悦 荣耀主名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再见 愿主耶稣的爱与平安 常与我们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